周武王率兵推翻商朝 建立周朝 史称武王伐咒 这场并不激烈的战斗 却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 这是为什么呢 敬请收看国事通鉴第一部指 武王伐咒 提起中国古代史上的伟大帝王 我们往往会联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但在古代 尤其是在儒家的观点中 排在前两位的是周文王姬昌 和周武王姬发父子 他们父子的伟大在于 他们带领族人不断发展壮大 并最终推翻了商朝的残暴统治 建立起了周王朝 而周朝也是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开端 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以及文化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 那么周的来源和兴起是怎样呢 文王武王父子 又是如何建立工业的呢 百家长看栏目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源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国史通鉴第一部 天下大事第五集 武王伐咒 那么这个周民族的先祖 始祖 这个名字取得很有意思 叫气 抛气的气 那么这里也有一个传说 说这个气的母亲 她叫江源 年轻的时候也是出去游玩 结果突然看到一个很惊讶的事情 就在田地之间发现了很大的足迹 当时叫巨人迹 巨人的足迹 小女孩好玩嘛 于是就踩着那个足迹前进 她做巨人的足迹前进 结果这一前进不打紧了 斗篮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又是个好玩的故事 就像我们过去所讲到的 那个简笛吞玄鸟蛋 感觉到怀孕 生下了蟹 后来变成伤的施主一样 但是我这里要说明一条 虽然这些故事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是何其相思来尔 乃字觉得很好玩 甚至很可笑 但是千万不要笑 我们对于我们的先祖 他们口耳相传的 他们祖先的那些故事 他们起源的故事 他们是带有虔诚的心态 而且里头非常支付 和后来后人的记载里头 他堆加上去 和进行了很多的虚构 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那么这个叫江源的母亲 他以后生下了个小孩 但是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是不是有什么不吉祥不吉利 于是把这个小孩抛弃 抛到哪里去 抛到人看不到的地方去 于是据说 抛到一条狭巷里头 当也是一个偏僻的小道 虽然说抛弃了 但是母子连心 还是关心的 所以他就看 这个小孩到底结局会怎么样 结果一看 刺激了 来来往往的马 来来往往的牛 竟然一到小孩这里 放慢了脚步 要挑着路走 唯恐踩着这个小孩 这就神奇了 说母亲一看 这小孩好像有点神 于是又把他抱了起来 还想试验一次 看看到底神不神 于是来到河边 想把他放到水里头 看看还会出什么奇迹 这个奇迹果然发现了 一放 正在将要落水的时候 突然飞来一只鸟 用商议把这小孩拖住 那母亲彻底相信了 这小孩是个神奇的小孩 千万不能抛弃他 但是给他取了个名字 就叫气 由于有了气之于遐象 气之于流水 这样的故事 所以这个气 已经不再是贤气的意思 而是神气的意思 气一天一天长大 长大了以后 志向很远大 他这个志向远大是干什么了 喜欢种田 所以我们现在年轻人一听 这算什么远大志向 我们才算远大志向 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 凡事有志青年 都想成为科学家 成为学者 那个时候我也想成为历史学家 那么后来经商朝出来了 有钱的人多起来了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所以有志青年 都想成为企业家 我们现在很多有志青年 想成为公务员 想为人民服务 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那年头 正是中国农业文明 刚刚发生 刚刚发展的时候 所以气 他把自己的心声 把自己的志向 定在乌龙 定在种庄稼上 应该是志向远大 所以他种的树 比别人长得更快 他种的庄稼 比别人收成更好 这样一来 我们传说 说他那个时候 正是姚的手 所以姚和顺 都把他请为农师 推广他的生产技术 你看看 高科技人才 于是人们 又给他取了一个号 什么号呢 叫姬 姬是什么 姬是古物 由于他伟大 由于他的子孙 后来创下了巨大的事业 人们又把他叫做后继 像我们现在北京 故宫那一带 故宫前面 有戒 有太庙 有社祭坛 那个社 祭司地 是土地 姬 祭司地 就是古神 一个姬是土地神 一个姬是古神 五谷之神 因此人们就把这个 器 也就是后继 称之为古物是神了 那么这个神话 就越来越厉害了 那么他这个家族 是居住在哪里 最早的时候 居住在隆东那一带 那个地方叫北平 用我们现在的地理概念 那就是甘肃省的东部 金水的上游 我们说金伟分明 有渭水 有金水 他这个在金水的上游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大概在夏的时候 特别是在太康斯国那一段时间 以及后来夏商交替的那一段时间 这个家族慢慢地游 或者说这个民族 这个部族 他慢慢地游 金水的上游 逐渐向南进行迁系 就迁到金水的中游 用我们现在的概念 就是陕西陕 兵炫一带 这一带 他们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管他夏朝和商朝 东从来西凤去 跟我全然无关 我们发展 我们生产 我们繁殖 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到了周文王的祖父 这个人物很重要 叫做古宫淡妇 到他的时候 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人口比较多的民族了 因此继续寻找生存空间 要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 那么这个民族 他在古宫淡妇的带领下 就来到了周园 这个地方特别的出名 周园 土地比较肥美 水资源比较丰富 同时又是平原和丘陵的交界地 既适合农业发展 又适合畜牧业发展 所以在这块地方 他们发展非常之快 这个古宫淡妇 生了三个儿子 实际上不止三个 他比较著名的是三个儿子 老大叫做太薄 老二叫做庸重 老三叫做纪律 那过去取名都很好玩 老大一定是薄 老二就是重 老三叫纪 纪结的纪 按照一般的继承法 古宫淡妇 他如果一旦去世 他应该把这个位置留给太薄 就是留给长子 但是当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时候 往往未必是低长子 可能往往选中最有能力的儿子 但是这三个儿子 可能能力都不是太好 古宫淡妇看中了孙子 这在中国的意识上 也经常出现的 非常著名的故事 你像到了明朝 明成主朱棣 推翻了侄子 朱永文 自己做皇帝了 那就是永捞大帝 那么两个儿子 老大老二 老大温文尔雅 老二 人争善战 立下了很多功劳 到底谁 取舍不下 结果我们江西的谢静 说了一句话 好胜孙 你儿子相处不下 你比孙子吧 那个老大有个儿子 孙子很厉害 后来选了这一家 后来康熙皇帝也变成同样的情况 所以中国历史上 这种世界很多 那么古宫淡妇也一样 看中了这个孙子 那么怎么把位置传给他 是不是先传给大儿子 再传给二儿子 然后传给三儿子 等三儿子死了以后 再传给这个孙子 那年头太长了 难等 变数很多 那么对于父亲的这种心事 大儿子和二儿子是清楚的 这就要说人家周朝是兴旺之相 当这两个儿子发现 父亲要把位置 让给老三女儿子的时候 他们采取了避浪 于是他们找一个机会 说父亲病了 他们就找药去 找药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能不能回来很难说了 于是下落不明 到哪里去了 以后我们要说 他们跑到东南地区去了 那么他们走了 父亲心里也是雪亮点 这就要说政治家 没有妇人之人 没有妇人之人 说这个两个儿子不见了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不找 大业为重 于是传给了第三个儿子 激利 激利死了以后 王位这个位置就自然传到了自己的儿子 这个人叫激昌 也就是我们下面将要说到的周文王 古宫淡妇 也就是他的祖父 后来周把他称为代王 对这个孙子具有极高的期望 怎么说的呢 说我是当有新者 齐在仓妇 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家族应该兴旺起来 那么兴旺靠谁 应该就在姬仓身上吧 所以给这个孙子起一个窗 这个名字 恐怕也就这个意思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当商咒王看到周逐渐崛起时 也曾有过除掉周文王的念头 并借机把他囚禁起来 但最终却是放恐归山 这是为什么呢 欢迎收看国史通鉴第一部之 五王伐咒 历史的演变总是有相似之处 正如当年夏商之际的更替一样 在周蒸蒸日上的同时 商朝正日渐衰落 此时商朝的统治者是商咒王 提起商咒王的名字 几乎无人不知 我们今天有个成语 助咒为虐 就是商咒王暴君形象 深入人心的体现 而随着明朝小说 风神演绎的广泛传播 商咒王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最著名的暴君和亡国之君 那么历史上的商咒王 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面对周的崛起 他又是怎样的态度呢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国君叫商咒 就是我们说的商咒王 名字叫新商咒王 这个商咒王很厉害的 恐怕比夏节要厉害得多 非常聪明 非常勇武 但是君主有本事 固然是好事 但是如果没有制度进行自愿 恐怕就变成坏事了 有多大的本事 可能做多大的好事 但是如果没有限制 他可能就做多大的坏事 他本事大到什么程度 据说可以割杀猛兽 可以倒夜九牛 九头牛在跑 我抓住他的尾巴 把他拉过来 所以从这个勇力来说 以后的那个西楚霸王 说什么气盖事 历巴三系气盖事 可能比起商咒王来 还有所不如 但是他不但勇武 而且知识面特别宽 你不知道的他知道 你知道的他更知道 所以古人说 本事太大的了 容易造成两种毛病 哪两种毛病呢 说知足以俱见 他的知识结构 他所知道的东西 足以 你说他什么 他反驳你什么 这叫做知足以俱见 言注意是非 他说的话 完全可以掩盖自己的错误 他犯了错误 他还把自己说成是很好 这个问题就太大了 所以这样一来 凡是有人给他提预见 他把人家打到监狱里头 凡是有人给他送礼品 他就信赖他 同时 做长夜之法 当时的记载怎么记载的 说他 照酒池肉林 做长夜之宽 酒 怎么喝的 酒像池子 用池子来张酒 随时可以喝 肉挂在那里 密密麻麻 像肉林一样 做长夜之宽 晚上不睡觉的 大家一起玩 还有 照泡落之行 带忠贞之士 你如果对他提意见 没关系 我这里有东西等着你 什么东西 落铁 把那个青铜器 把铁 烧得捅红 如果你一骂他 到这里考 这个非常残忍的刑局 所以这样一来 朝廷的内部出现问题 那些庸在桑的这些部落 也重拌心理 对他不满 而这个时候 从来就不能忘记美女 在中国历史的故事里头 不光是故事 在历史里头 凡是有坏男的地方 坏男人的时候 他身边一定有坏女人 一个君主如果干了坏事 一定有一个妃子 在说使他干 当然反过来 一个坏女人的后面 恐怕也有不少坏男人 所以中国古代语句话 就是红烟祸水 实际上这是非常片面的 这是男人不承担责任的做法 男人干了坏事 硬要说人家女人的错 但是有的时候 也有一些真实的事情 恐怕在一起 两个人感情好 然后一起干坏事 这个也很难说 所以在夏捷的时候 有一个著名的坏女人 她的名字叫妹喜 而在桑州王的时候 也同样一个坏女人 出名得多 叫什么名字 达吉 就变成中国历史上 坏女人的代名词了 那么小人也自然比较多了 既然国军喜欢听小报告 那么打小报告的人也多 那么也有人打 周文王的小报告了 结果 桑州王一听 这也不行 把他召到曹哥来 至于为什么要去 我们上一次谈 桑汤的故事已经谈了 你不去不行了 去了以后 下到监狱里头 囚禁起来 当然囚禁周文王的地方 不叫下台了 叫游里 金箍在那里 但是伟大的人物就是伟大的人物 不会泄气 你把我囚禁起来 可以 据记载说 周文王就在监狱里头 白天 演八卦 演艺经 晚上观天下 把福西寺发明的这个八卦 他演绎为八八六四四卦 这个艺经 据说就这样 传开了 他可以知道过去 可以知道未来 可以知道生 可以知道死 这当然 我们都说他是神话 然后他怎么能够出来 出来的故事也很简单 就像下节放商汤一样 无非是要周明珠 要把财富送过去 要把美女送过去 于是 商汤王觉得 恐怕 他还不注意危害我 放了 放了以后 又是一次放府归山 当然大家要问 如果杀了怎么办 杀了 可能 会有些损伤 但是仍然阻止不了 周发展的步伐 以后我们谈到辽的时候 要谈到 辽害怕女争族的崛起 经常派部队就打女争 什么叫做打女争 把女争人的轻壮男子 统统杀掉 但是并没有 阻挡住女争发展的步伐 所以即使文王不杀 周明珠的发展步伐 仍然是向前面 何况他放了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我们常听一句话说 江凯公钓鱼 愿者上钩 那么这个著名的江太公是谁 他钓的这条究竟是什么鱼 敬请收看 国史通鉴第一部之 武王伐咒 由于西州的强大 以及对后世的重要影响 周王朝的奠基者周文王 有了一个几乎完美的帝王倾向 后世的童子和司马迁 都十分推崇周文王的德行和功绩 正是在周文王的带领下 周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最终形成了天下归周者 三分由二的形式 那么周文王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来推动周的崛起和兴旺呢 放了以后 应该说又坚定了文王 减商的这种信心和觉醒 四个方面加强努力 那四个方面 第一 关心民生 任何一个发达的政权 任何一个想得到发展的民族 他第一条 必须以民生为重 民为本 赤及赤子 坚为亲 民是低高规定 那么怎么关心民生 说起来很简单 实际上非常复杂 要统治者有诚心 去真正的关心民生 你是不是在关心民生 人名是最清楚的 那么历史记载 说周文王 他如何关心民生 生者养子 死者胀子 贫者忌子 栽者整治 生育了 国家帮助母亲 一起把她养大 死亡了 国家帮助一起埋葬 你如果贫穷 就进 如果遭了灾 整进 你看看 所以有传说就出来了 说周文王一次 到山林去 看到枯骨 结果说埋吧 随从就说 这满山都是枯骨 怎么埋得成 都是无主的 周文王说了一句 很有哲理的话 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 有国家者 一国之主 我是这一国之主 谁说这些骨头是无主人的 我就是他们的主人 所以埋 结果消息一传出去 大家感叹了 你看看人家周文王 连枯骨都这么爱抚 何况人呢 这是第一 关心民生 第二 实行教育 注意 实行教育的前提 是关心民生 如果不关心民生 教化是无效的 那么 怎么个教化人民 要求人民有礼浪 不要争斗 要相互体贴 第三 要物色人才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 都要人才 当然人才是各种各样的 那么周文王 继位以后 特别是从尤里回来以后 更加放开了眼光 因为从当时来说 周还是个落后的地方 那么落后的地方 要找人才到哪里去找 到先进地方去找 你不要到比自己更落后的地方去找 那他到你这里一看 你这里太好了 还要发展干什么 要到比自己发达的地方去找 于是来了很多的人 包括在桑桶之下的 包括在其他地域生活的 那么听说 周要广招闲人 他们都来了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谁 江子牙 江子牙不是西边的人 而是东边的人 东海的人 胸筷大致 像遗允一样 也想有所作为 但是身不逢时 这个桑根本不在乎你 桑桶王就认为 天下还有英雄吗 这个英雄除了我以外 还有英雄吗 你如果说你是英雄 跟我比比看 我倒夜九牛 你倒夜一牛试试看 所以在桑那里 没有发展余地 因此他听说 这个周是广招闲财 于是想到这边来碰运气了 怎么碰法 这又是要经过一番思考 周文王每次出去 经过喂水 于是这个江子牙 就在喂水的北岸 天天坐在那里 当然必须要是周文王 经常经过的地方 垂钓 这个垂钓也很有意思 他不放鱼饵 不放鱼食 就把钩子放在那里 一天坐到晚 所以中国有一个传说 叫做江太公钓鱼 院子上钩 甚至认为他根本就没钩 就坐在那里 他准备钓什么 不是钓鱼 是钓人 钓哪个人 钓周文王 那么周文王也经常要出门点 要出巡 每天出门之前 赵丽 要占谱 古人 他非常相信占谱 我们上节课谈到加古文 加古文上面的文字 大量的是谱词 什么叫做谱词 就是占谱的文 这叫谱词 那么 这个周文王出去 也要占谱 这个有一天一占 这个挂文很有意思 怎么说的 所获 非龙 非痴 非虎 非皮 所获 大王之腐 你这一下出去 所获得的 既不是龙 也不是腐 既不是痴 也不是皮 不是那些英勇的战将 而是什么 而是霸王之父业 就是辅佐你成为霸王的这种人才 周文王一看 大喜 结果一出去 看到姜之牙了 一交谈 这不得了 就有一点像 刘备 和诸葛亮 诸葛亮 龙中队一样 于是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周文王说了一句 令姜子牙 应该是 特别特别自豪的话 说我太公 就期盼有你这样的人才 你真是太公所望 太公是谁 就是戴王 古弓弹户 那么你真是我 祖父所需要的人才 所以后来姜子牙又一个号 叫做太公望 这了不起啊 太公望 于是回来 第四 既然人才有了 既然天下归心了 既然老百姓 又拥护了 于是 要兴他的霸业 兴霸业避免了 不可避免两个字 战争 所以周文王 也加快了 军事扩张的步伐 但是 军事扩张 同样是战争 战争和战争 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的战争 是暴力 是残暴 有的时候的军队 代表仁义之士 那么这个周的军队 就是仁义之士 怎么说是仁义之士 根据江子牙的制定的政策 经过周文王批准 所到之处 实行五大纪律 哪五大纪律 五个五字 无杀人 不许杀人 无坏物 你不许破坏人家的防务 无塞井 你不可以把别人的井填掉 无防务 不可随意砍发生灵 不可随意破坏自然生态 无略六处 你不能把别人的租权等等 来抢劫 这绝不允许 凡是违反的 杀无事 所以这样一来 周的军队就变成仁义之士了 对于那些在残暴统治下的人民来说 无疑于是解放军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我们常说一个词 封建 那么封建究竟是什么含义 无天之下莫非王土 封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欢迎收看古史通鉴第一部之 土天之下 在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 周文王姬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最终取商而代之的 并不是周文王 而是他的儿子周武王 这一历史事件 就是史上极其著名的武王法咒 武王法咒不仅在政治史上意义重大 而且在中国考古史上 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 武王法咒只在古籍中有记载 而无实证材料 1976年 在陕西省林同出土的 武青筒器利鬼 解决了这一问题 利鬼腹内底部著有 武王增商 维甲子朝等名文42次 记录了周武王法咒的准确日期 经过夏生州断代工程的专家们 使用多种科学方法测算 确定 武王法咒的确切日期 是公元前1046年 也因此确立了 商州以来的年表 那么如此重要的武王法咒 会是一场森硬的战斗 周武王是如何打败商州的呢 但是非常遗憾 周武王还来不及 和商州王面对面 交锋 他就死了 他去世了 那么去世以后 他是第二个儿子 激发 继承了他的位置 那么这一位 就是后来著名的周武王了 临死之前 周文王给周武王 留下了三句话的遗嘱 这三句话的遗嘱 很有深意 哪三句话 见善不带 你见善不要带慢 十字无遗 十字到了 不要迟疑 去非无处 如果去罪恶 去罪过 去非 无处 不要停留 你不要停顿 这三句话 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解释 那实际上就是两个字 果断 扬善要果断 除恶要果断 实际到了 机不可适 要果断 那么果断干什么 归根到底 是一个字 就针对商 那么周武王 后来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在江子衙的这种策划下 在他继位以后的 第十三年 东征 东征打谁 东征讨伐商周王 那么部队来到梦京 现在荷兰的梦京 闻风而动的 各个部落 东边的部落 听说周武王出兵 要伐商周王 武王伐政 大家都来支持 于是 周武王在梦京四师 把商周王称为独妇民宅 大家都要解灭这个独妇 要推翻商场 四季高涨 大军浩浩荡荡 渡过黄河 然后一路北上 一路东进 来到了一个地方 叫什么地方 叫沐野 这个地方在哪里 在现在 河南省的旗县 这个我们就要说一说了 根据材料记载 虽然他们有大规模的 迁都行为 但是商周王的主要活动地 却已经不在安阳了 到了哪里 到了曹哥 曹哥在什么地方 在现在 河南省的旗县和旗县之间 渭河的北边 那么沐野在哪里 沐野就在曹哥的附近 离曹哥不远 然后 驻下云来 不去攻打曹哥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觉得 不能不佩服江字牙的 用兵的精妙之处 周 伐宙 千里新兵 应该说是疲惫之死 但是 他到了曹哥的附近 不去攻打曹哥 而是驻扎下来 这是干什么 第一 可能 沐野这个地方 是有力的地形 他可以占据 第二 以役代劳 反客为主 本来你是主的 现在我住兵 我是主了 让你来打我 这个商周王 自使武力 也调集军队 但是据说 他那个军队 都到外地打仗去了 于是调集 市民 调集 奴隶 调集 甚至是死囚 全部 争集在一起 然后 直奔 沐野 来对 周的部队 进行进攻 这就变成了 一个疲惫之死了 周反而变成 遗袋牢了 这个商方 在牧野 进行决战 这个战斗 时间不长 具体在是 周武王 在凌晨的时候 开始 整理队伍 因为知道 商周王 要发动进攻了 结果黎明的时候 天亮以后 就发现 大批的 商周的部队 蜂拥而来 这个时候怎么办 江子牙 亲自带着 百名死士 乘坐商朝的部队 还没有展开的时候 进去冲击 然后 周兴的子弟 三千府奔 就是精锐之士 在后面 祭祀 也不断地冲阵 这个时候 商的军队 布阵还没有布好 立足还没有稳 就受到猛烈的冲击 后面 各国 这种 部落的部队 什么等等 风拥而上 商的部队 本来就没有士气 你看到 州的部队 潮水般的用来 逃跑 什么叫做 兵败庐山岛 这就叫 兵败庐山岛 你如果前面的 败军 一风拥而来的时候 你后面 挡都挡不住 商周王 跟着败兵 一起逃跑 逃到哪里 逃到潮沟 见大势已去 怎么办 后来的 西蜀大王项羽 是无言见 江东富老 没信心 商周王 同样没信心 要说商周王 比夏捷 还是要理智一点 怎么理智 夏捷 说是后来 被打败以后 叹息了一声 说当初 真不该 把这个商汤放走 如果不放这个商汤 就没有今天了 你看 他到死都不明白 但是 商周王是明白的 怎么明白 有人曾经劝他 说周文王走了 那个时候还不叫文王 叫西伯 鸡昌走了 你看 周又在发达 而且据说是 三分天下 周有其二 很明显啊 商周王说了一句 很好玩的话 说一句什么话 我命在天 看天这么说吧 你看 已经没信心了 所以 他做的一些坏事 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是兴高载烈的做 后来做的时候 觉得恐怕 要悔改于晚了 干脆 破锅子叛数 所以回到曹国以后 他也没有继续抵抗 继续抵抗也没有力量 怎么办 奔到 他专门藏宝的 那个楼 这个楼 又叫露台 那个风声演义里头 把它叫做摘星楼 说是很高 他跟达吉一起玩的 但是藏宝的这个地方 实际上 叫露台 一把火 把露台烧掉 这个火势就蔓延 商周王自己被烧死 火势蔓延到明居 周五王的部队 进入到朝高 反而变成消防队了 就是富商 你看看 仁义之师 和暴略之君 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次战争 实际上时间很短 我刚才说 这边一冲锋 那边就兵败如山倒 所以清代一位著名学者 民国时候的 梁启超先生 说了一句很好玩的话 他说木野自在 五王华咒 那么著名的战争 如果从战争的时间 和战争的激烈程度来说 在座里不知道 有没有广东 广东人 他说还不如 我们广东人的卸斗 那这说的真好玩 那么五王华咒 全面胜利了 胜利以后 面临着的问题 也很多 比如说 面对着这些工程 如何奖赏 胜利果实 如何的分配 国家怎么管理 那么从下一集开始 我们将谈 五王是如何 和他的助手们 一起创建西州 那么多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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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